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的确是名人 他最近呢大家经常看到 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消息 他以前是在商界 最近到政界 他就是民众党不分区立法委员吴欣盈 Cincia你好 嗨CY大家好 Cincia呢大家以前看到他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知道是星光经 最近星光经有很多的这个话题 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 以前你也在星光经 服务了很多的一段时间 其实呢Cincia 他呢不只是在星光经 他非常的热心 他也在这个星光的这个基金会 那也他也参加很多的这个国际的活动 他跟我一样都是这个 某种角度来讲是过动儿 有很多的这个兴趣 就participate 很多很多的事情 也都是跟国际有关的 那最重要的 他都是也有一个passion 那我觉得呢 他最好的现在呢 找到这个立法委员的舞台是 最能够把他的很多的理想进一步实现 而且他是在民众党 当然民众党这个柯P呢 也是我的这个好朋友 他在去年的时候邀请我变成顾问 然后后来狐狸乌图的我变成了民众党 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这个副主任委员 那么我呢这个就是跟他 但是这几年并没有因为民众党话题而交流 今天呢我要跟这个Cincia所谈的是一个 跟我自己本行的这个专业的交流 我还是喜欢他叫他Cincia 而不要叫他吴委员 听起来有点 认识这么久 对Cincia 那他提到了这个主权基金 这个大家各位可能知道 我是台湾并购与私募股权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这是我在2009年成立的协会 那现在全世界的这个主权基金 Sovary Wealth Fund 很大的一部分呢 也都是投资这个这个主权基金 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pay attention 那后来最近新闻越来越多 那很多的学者呢 也也纷纷的这个加入了这个辩论 那在央行也跳出来说 台湾啊 它是当然是有点保留的意见 所以我最近就写了一篇文章 那Cincia呢 他谢谢我写了这么一篇的文章 所以我就 这个这个打铁趁热 想这个请的这个Cincia就是过来啊 今天我们谈一下主权基金 不过在谈这个主权基金之前呢 我想谈一下 就是您这个转换跑道的事情啊 就是说您在家族企业服务多年 就是是不是一个跟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样子的一个来龙气脉 你会突然这个就是以伤从政啊 就是说因为 但我觉得你这个时机 能转换的是太好了 不过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应该是说 我之前认识柯主席的时候 是市长的时候 那因为新冠人数慈善基金会 在台北市 什么基金会 新冠人数慈善基金会 新冠人数慈善基金会 在那个台北市动物园里头的 黑金刚跟那个猫熊 都是新冠赞助的 对 所以那时候后来 我知道那个市长在韩选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跟他办公室联络 就是推荐我自己 毛税自荐 毛税自荐 就说 Oh here's my CV 这样子 那我想说 其实如果要台湾改变的话呢 一定要大家一起改变 那毕竟他整个line up 他的这些 最后的三十个部分区里头 没有人有保险经验 然后在国际的金融业工作嘛 所以我想说 如果这个机会 从我感兴趣的一些议题 把它推动的话 那至少如果能拿到 三个委员的争取的话 那就这个党魁嘛 那以后就有一些立委 可以把我想要做的事情 在台湾 在立法院能发生 所以对我说 也是一个investment 有一个another channel to make change 这太好了 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决定 第二是很勇敢 但我自己就不会做这个事情 虽然我也经常在报纸上 写文章 也经常演讲 但我总觉得这个政治这个路 不是我能够去这个influence 但是台湾就是 或者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如果你要把你的理想想法 就真正的实现的话 你避不开政治 就是你一定要 能够才能去implement 而且现在台湾 是有很多很重要的这个议题 那但是呢 我们所看到的台湾 就是经常是reactive 被动式的 根据一些 只是现代的话题 比如最近讲到的 me too 性骚扰 或者是 但我不说那个不重要 这很重要 但是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 这个事情 那这有个事情是很国际化 很尖端的 但是呢 可能是因为委员们的专业 可能是因为 这个只是市场大众 迎合大家的兴趣 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探讨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是可惜的 台湾呢 当我们走到一个 真正要走向世界 变成一个先进国家 像刚才我们在谈新加坡一样的话 那我们一定有需要像您这样子的人 那我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 主权基金 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您当初怎么会想要做这个题目的 应该是刚开始 是其实是去年5月开始 那党主席是在派出所 很好晓 这个晚上9点多派出所跟我 及时要跟我见面 然后说奇怪 晚上被叫去派出所 我好紧张 可是原来他说 去年9月你还没有当上 去年5月的时候 5月的时候 然后 你为什么会被叫去呢 对 然后我已经三年没有见到他 他就说就是办公室约要跟我见面 那我顺天晚上我应酬 他说不行就是一样 所以就晚上变 晚上9点半到派出所见面 然后他就跟我说 可能会接另外一个委员的位置 因为有个高委员在选新竹 可能会选新竹 那可能要递补他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 就有时间去想说 那如果我要准备要接的话 我要做什么 因为时间其实不多 因为已经立法人已经run了三年了 所以等于说是最后一年 要怎么样能发挥 把握时间让台湾做改变 所以想一想 我暑假的时候 就开始研究这个主权基金的部分 那当然有业界很多认识金融的人 所以这个题目是你提出来的 所以因为你要接这个高委员的位置 所以你就想说 你怎么样去打响第一炮 其实你要有好几炮了 但是你要找什么题目 然后你就思考 对应该是说 我三年前参选的时候 其实也有跟退休金相关的 还有跟一些 你三年前参选过一次 参选的时候 就是当不分区的时候 on the road 我是第七号不分区 那后来 因为我们党只有送了 就五个人进立法院 所以我是女生的第一个地步 我们的13579都是女生 女性 然后246偶数都是男生 所以前五位 就是有三个女的两个男的 那时候可能就是说 如果新竹有这个机会 我就可能就地步 这个新竹要选的这个委员 那时候就想说 我还有什么样的议题 然后我在把主权金的时候 就把它重新包装去思考 然后我有跟国外的一些 跟IMF World Bank工作的朋友们 因为世界经济论坛 年轻领袖 我认识很多不同业界的人 然后我们就做一些试算 一些思考 然后做一些对比 然后就想说 OK 如果有机会进立院的话 这也是其中一个议题 那在立法院之后 我又遇到一些立法院里头 从行政单位退休下来的 也觉得议题非常的重要的 就是路上就是一只结盟友 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因为毕竟主权基金这个议题 其实在台湾已经吵了二十几年了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说 央行是非常反对的 所以说我不是 我不是第一个提这个事情的人 不过今年五月十号 这个罗明才委员 在立法院办的公听会 跟五月二十四号办的排审的部分 是第一次针对主权基金 这个议题做充分的 很完整的讨论 之前的话可能就是 委员们可能办 为什么可能直询 有没有主权基金 为什么新加坡有 我们没有 就是只是提问的方式 那我觉得没有人 长期做这个的研究 从立法院 这个罗远远对不起 他提的这个是 因为罗远远是国民党 是他自己去提 还是跟您这边有一个协商 然后一起的推动 是一起推动 可以这么说 因为其实在立法院 我也是刚进来才学习 就是说 你要一读的时候 你可以用党题 或是你要跨党 像我们话 跨党话要15个委员 要签名 那所以说 我这个案子呢 我拿到了 68个委员签名 一个撤签 所以我还有67个委员 现在还是在这个签名上面 那这里头呢 其实有立法院 现在有113个委员 意思是说 过半的委员 认同说 主权基金这个议题 是直接 值得拿来立法院 做讨论的 所以这是 所以说 应该说你一读 你15个人签就够了 不过我一读 我就是努力签 我们就这个的话 来探讨一下 那罗明才就是 我的案子的共同集案人 那么你刚才也讲 这个事情讲了20年了 也吵了20年了 以前大家都是 雷生大雨点小 或者是 一下子就被打下去了 但为什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聚会 这一次有那么多的人是持类似的意见 或者有一股正义之声 觉得说台湾也应该有这个主权基金 这个背景或这个风向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说 其实像刚您所提到的CY 在民主国家 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这个 有个氛围就是 是democracy 还是一个autocratic regime 就是独裁主义或是民主主义 你有没有办法在民主主义以后 做一些中长期的规划 这是我觉得民主需要 可能台湾在这路上 可能需要做调整的 那许多委员像你所说的 你今天跑一些 一些时事的事件的话 可能这个媒体审量会比较大 他们也需要拨版面 这是难免的 可是我觉得说像我们 不分区的委员的话 我们有机会就是 比较做中长期的规划 同时因为我看的 国际的东西比较多 我可能local的东西 可能要localize 我可能有些落差 可是我觉得我周边有很多人 包括委员或办公室人 都对local更加的了解 说有些理想 看到国外一些东西 能不能到台湾的时候 这个gap在哪里怎么样做 那其实为什么这些委员都感兴趣 其实我当时 这个67个签名里头呢 我三天之内就拿到前面 44个签名了 那当时我就在议场嘛 那我刚好是4月底的时候 我刚刚那个产后结束 那每个人都戴口罩 我每个人其实也不见得 有时间 时间都认识 我就看很多委员聚在一起的地方 我就拿我的这个签署 说嗨我是吴欣 然后我有这个议题 希望你能给我两分钟时间 那我就问他说 你是哪个委员会 那其实每个委员 在哪个委员会 我都可以告诉他说 这个东西其实应该是在你的top agenda里头 这个议题值得讨论 我就花一两分钟说服他 比如说他说你是在国防外交 我就说 这个是可以保护台湾的 可是不用一颗子弹 就可以保护台湾的 你是关切外交 OK这个是一个 最好的做外交 做外交的 软性外交 然后同时 因为主权基金 Sovereign Wealth Fund 我最近写了文章 就是这个是 宣扬台湾国力最好的办法 对而且就是说 门票不要国 你不用当 你不用是UNWA 就参加这个 Santiago Principal 这些主权基金的club 那当然后面都是部长 可是前面的是你的基金管理人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最重要就是讲这个二轨外交 就是我之前大学读国际关系 the track two dialogue is very important 所以就是说 track one就是讲国嘛 对不对 the membership 可是你二轨的话 像是艺术啦 经济啦 像APEC等等 这些都是二轨的外交 你的prerequisite for membership 不是一个国为主 或者说 那个委员在 那未还我比较熟 因为未还我就在 是我的本委会嘛 那当然说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health care 跟这个pension gap 这些cost这么大的burden 你说像日本啊 挪威啊 它的主权基金里头 有一部分就是要回馈 补这个pension的这个gap 所以就是说 从每个委员会里头 我都可以跟他们讲说 为什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然后像最近 不是有播那个 六千块播补吗 那我就 我就举就是说 讲做 复利的威力 就是money multiplying effect and I said hey 你知道吗 如果GIC 之前 1981年创立的 那如果我们当时 就是因为平均主权基金 全球的投报都是7% 那如果是7% 每年这样成长的话 overnight 现在他们的asset base 撇开new money 撇开inflation 就实质的real rate of return 是17 times 17倍 对 那我们的话 央行的投报率 平均是2.6% 长期来讲的话 这样时间 也是只有三倍的base变大 所以我就说 如果这个六千块 能分发的话 不是六千块only 你想想六千块的 17倍是什么 是十万两千元 然后呢 我有给一些委员 之前我有秀说 那个李光耀先生 有写给他的 Dr. Go 他的第一个GIC的创办人 他后来退休的时候 写一个letter给他 那我说这个letter 我看的也非常的感动 他就说 任何新加坡人 如果去过所有的 像植物园啊 鸟园啊 圣头沙啊 甚至于听过 新加坡的交响乐团等等 他说我们新加坡 这一带的人 都是劳碌命出来的 现在有个好的生活品质 就是因为有GIC 这个 GIC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overnment Singapore Investment Cooperation 对 新加坡有两个主权基金 一个是GIC 另外一个是Damashita Masse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在央行的部分 他们一直在误导 就是用 讲说我们要用 Thomasit跟GIC 做比较分析一下 我们待会儿会来 再谈到这个 Damashita跟GIC 因为我也是surprise 因为你刚才讲 说有那么多人的联署 这超过半数 一方面就如同 我想各位观众朋友 可能也会有 我一样的感觉 就是因为你实在是 一个太好的Sales 你跟这个国防委员会 跟卫福委员会 跟外交委员会 每个你都能够 开开而谈 的的确确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题目 是重要 但是台湾呢 就是没有像您 这样子背景的 这个委员 能够很专业 大家可能过去 不敢去 去挑战这个题目 所以这个 当这个中央银行 讲出来一些 似是而非的理论的时候 就觉得说 哦 要独立了 要公正了 什么 大家就被变倒了 是 尤其他国库 缴10% 每年嘛 1800亿 他常常爱讲 这个数字 对 央行他 开开而谈 他反对的 有哪几个理由 他就说什么 要独立了 然后这个 外汇存底 不能是这样子了 然后最近的话 这个央行也看到 好像这个风向 不能挡 所以杨敬龙总裁又说 哦 我们不是反对呀 但是 你要叫主权基金 但是 不要动我的钱就好了 你去动 你去动一下财政部的钱 没有关系 这根本就不是支持嘛 这个 我们就希望用 外汇来 来做这个主权基金嘛 你说你不要 不要来动我 你动这个 国家就会有危险 汇率就会不安定 哇 这个就会影响到 台湾有很多 似是而非的理由 你是怎么观察 我反驳央行的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说 他会讲 就是说 我们的钱 不能无偿使用 可是他要讲 无偿使用的话 其实问题是 政府大概都在踢皮球 今天的答案就是说 我们其实需要 行政院 来给国家一个答案 因为这已经是 国家层级的议题了 怎么说呢 央行说 不能用我们的钱 可是实际上 待会会解释的是说 有很多国家 就直接拿外汇存底来做了 那他说 不能无偿使用的话 那就说 要比如说 财政部去举债 那财政部看一看 他说 我没办法举债 那就请国发去研议 然后研议老半天 他不想踢皮球 他最有那么多的钱 最有钱的那边不弄 然后就踢皮球给国发 踢皮球给财政 然后他会说 他会说 因为我要做 这个stabilizing的部分 我需要稳定 我们的货币 稳定的货币 对 所以他说 外资在投台湾的金额 几乎是跟我们的 央行的整个base 大概500个billion US dollar 5000亿美金 对 它是555 1000亿美金 就是差不多一样的钱 所以他需要 他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 所以之前在 那个 那个 质询的时候 钟嘉宾委员也有讲 说 他是民居党的委员 对 他是财委会的 很资深的委员 他说 央行你就像一个漂亮的女生一样 你一天到晚就好像少了一件衣服 就是我 当你几件衣服 可以借给我穿吗 对 就是你钱到底要多少 女生的包包一样 有的女生里面有50个包包 当年不知道是菲律宾还什么 里面有500个包包 Marcus的 对 所以他说 那你到底需要多少钱 来做这个stabilizing 对 就是你要安全是没有 但是你不要那么 那么无限制的这样东西 好像你拿一点点出来 那到底多少衣服才供你穿 对 你讲一讲 那其实这个话 我可以跟CY报告 有几个方法去看这个议题 就是说 其实有两个数字 一个叫做短期外债 还有一个是三个月进口值的部分 那这相对都是66%跟81%的空间 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 就是央行前 用主权基金的国家 都是用这个在做死算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香港用20%做这个外汇 拿来做主权基金 那所以我跟台湾建议是10% 所以相对比是比香港还少一半 那另外一部分我觉得是说 所以说其实钱拿出20% 绝对不是问题 因为刚刚讲那个buffer 不管是刚刚讲这两种分 试算方法 有66%跟81%的buffer 所以就说是用这个拿一些钱出来做 并不会影响到台湾的这个危险 或这个也不会造成安全上面的concern 对因为他是说用无偿使用 就是说你要的话 你要跟我借这个钱出来 我不能直接钱给你 可是我现在的意思是说 这些国家像新加坡 韩国 都有先例 香港都是拿钱出来 不用用借钱的方式 因为他用无偿 央行说不能无偿拨补的话 就把问题就丢给财政部了 你懂吗 财政部他就觉得他不能举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需要举债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方法思考就是说 像有些国家 他们是央行法里头做个调整 等于说是另外一个account 另外一个department 在做这个操作 做主权基金 有一些是央行 我这次主张是 央行把这个钱拿出来 还是他的钱百分百他的钱 可是用另外一个公司的structure 像一个子公司一样的 他就像一个董事会一样的 这个钱并不是把你的钱搬走了 你的上面还是去监督这个钱 也不用跟你借这个钱 这个钱还是你 所以不要被误导说 要钱拿去 要去政府跟他借这个钱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他会常常讲说 我们不能买码头 其实央行有来过我办公室 他叫我策案 他凭什么叫你策案 这个实在是 反正是长辈 我是不分区 所以全国的话 任何人来找我 其实礼貌上 晚上坐下来 人家聊聊天听听看 所以你来找的话 我也要给你一个几分钟 他说不能投码头 我很好奇 他说不能投码头 后来我跟他解释 他后来还是在 那是四月的时候 跟他私下的办公室就交涉过 当时办公室还有两个助理在 他那个整个情境 他不是说不能成立 不能成立主权基金 而是主权基金不能投码头 那理由是什么 他就说这种直接投资 他们不会做这种事情 那当时我跟他的回复是说 我不知道你是讲哪一个码头 可是如果你是讲像 Subik Bay 就是Philippines的话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厂跑东斜 这个我知道有这个状况 苏比克湾 对苏比克湾 我说那是Cyberus 美国的一个PE fund 有个政府被你的PE fund投的 泽普是Cyberus 对 那个狗是阎罗王的 希腊神话的阎罗王 还有一个狗有好多个头 Cyberus是这个C-E-R-B-R-U-S 这是一个希腊里面的 一条一头像熬拳一样 那个猛拳 对 多头的一身的意思 很特别的 对 我说假设你是说Subik 假设是Cyberus Cyberus不是一个 Sovig and Wealth Fund 可是如果你要经过你的 Fund去投资这个东西的话 Through这个Fund Maybe that's a possibility 可是我不要 我不要你自己去投 那他的excuse就是说 没有人力嘛 没有人才嘛 然后也不会去 直接做这种投资 风险太高了 对对我这边打人差 他这个刚才讲的 不能投资码头 但其实全世界上 有很多投资码头的例子 最近最明显的是 这个德国的这个汉堡 那中国去投资了 但中国去投资 它好像是一个 中国远洋集团 当然不是中国的 国家主权基金 那中国的国家主权基金 中投是全世界 最大的主权基金 1.3兆美元 不过刚才委员所讲的 就是说其实 有一家主权基金 它可能是投资一个基金 这个private equity 比如说投资在这个 Sovig and Wealth Fund 泽普市的这个基金里面 那这个基金在间接的 它去投资一个码头 这个是可以的 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操作的方法 对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认同Cyberus 的说法就是 其实如果刚开始第一步 央行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你就投资别人的基金 没错 你看GIC 1981年设主权基金 新加坡有什么人才 对不对 那就是你 就是先用Fund的方式 去投资 那你有独立的公司的话 我的建议是说 10%用央行的外汇存抵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只有 55 billion US dollar 就550亿美金 的10% OK 对就5500亿的 10% 550亿美金 这样的话 我们变成全世界 现在有170几党的 主权基金里头的 第30名 那如果我们像香港一样 如果提拨20% 我们的外汇存抵的话 那我们变成全世界的 第20大的主权基金 是是 其实我们现在在讲的 就是要 要催生一个台湾独角兽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个主权基金 突然这样 一炮出来的话 你像我们可以找 这样多好的基金操作 来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这件事情 对台湾重要 当然我们一般在做的主权基金 是有两个目的 第一种目的 是财务的目的 我是赚2% 3% 因为央行的 它的投报率 其实就不过是几%而已 2%多 像你刚才讲GIC 或中投 它们都有到9% 10% 7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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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一个是这个目的 另外一个目的 其实现在很多国家 有战略的目的 策略的目的 为了 因为现在要布局的 现在全世界 很多的重要的 这个产业 所以就是台湾 我们回到在这个 就是说技术上 技术到底要是 怎么去操作 从哪个口袋里来 这个是一回事情 但是why 为什么 这件事情对台湾 为什么 这个意义在哪里 对我而言 台湾的永续发展 必须要靠主权基金 In fact 我这时间 长期在立法院 对我而言 只要对台湾 能永续的议题 像我们的健保 像我们的医疗环境 等等的 只要是跟台湾永续 是息息相关的 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一开始 三天内就拿到 44个委员的签名 然后持续就 像我说的刚 拿到67个委员的签名 Because Sovereign Wealth Fund 储存基金 Matters to everyone 对 这个我讲到 这个是很感动 我也是很惊奇 就是说 因为大家不是很 很懂这个事情 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 不要说其他什么一样 你能够在 三天的时间 我跟你说 110个 你拿到60几个委员 68个委员 现在有67个委员 113里头 拿到67个 113里面 然后前三天 就拿到44个 这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这些委员是 为什么支持你 是他认同你 你这个这样子的一案 还是他觉得 您很有说服力 很cherming 还是什么 就是那 假如你能够 拿到那么多的话 这个为什么 没有更早的时间 有更早的委员提出来 能够形成一个共识 为什么是到 今天吴委员提出来 登高一呼了以后 哇 变成大家都说 哇 我们一起来做 这个是为什么 我是 curious 第一点我几乎都是 cold call area 就是我很多人 我都不认识 因为我11月接的时候 你也不是说有什么 党魁党鞭 哇 这个一直去运作 就大家就是 purely就是认同 你这个理念 我10月进立法院宣誓的时候 大家那时候 在跑那个市长 跟议员选举嘛 然后后来我2月 就是勤产家 我work from home 所以我4月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认识的人不多 所以我认同CY所讲的就是 因为这个议题 我就跟每个委员说 hi you know I'm Cynthia and you know 希望你给我 like two minutes of your time and我可以告诉你 你每个委员会里头 why this matters to you 那我就说 这是很前瞻 值得讨论的议题 请你拜托 给一个机会 来作为讨论 然后其实 其实我也在办公室 也帮我整理出来 其实历年 还在立法委员的委员们 将近15位委员 之前在这一期的委员 他们都提过 主权基金这个事情 就之前有15位委员提过 就是有 就是在直讯的时候 有大概讲主权基金 为什么就不了了之了 他们只是问这个问题 可是没有人 把它形成一个议案 对 我现在是把它形成一个议案 我们是第一个形成一个议案的 那我们的议案的差别是说 其实有两个方法 根据这个political process 政治运作的过程 我自己是new at this 一个方法就是说 可以写一个专法 那就是行政院 应该写一个专法 OK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我可以就修央行的法 所以为什么它才跳起来 我现在是修20条跟33条 就是把他的钱动 动他身上的毛 所以他才跳起来 他是就是说 当然他反对这个修他的这个法 但他也不同意专法 还是搞一个专法 他是不反对的 这个专法的话 请从肖副总统2008年就讲了 如果要写老早就写了 那这个专法是由谁来写 这个的话就是 但要government这边要写 就刚讲的踢皮球这个状况 那现在的这个 到现在情况看的话 现在是 没有写 现在是修法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是成立一个专法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是还不晓得 现在完全没有专法 那现在就是 唯一有的就是 我现在修法的这个proposal 那当然我可以跟CY分享 就是说很多方式可以设计这个东西 那其实Harvard有个教授叫Jergen Bernstein 他那本书就是讲Sovereign Wealth Fund 他说设计主权基金 其实again面貌非常多种 你要设计的话 第一点要是从inside out的角度去设计 什么叫inside out 就是说每个主权基金 他设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像我刚刚讲像日本跟挪威 他是因为他觉得他的pension的gap OK有些问题 那有一些可能是像是rainy day fund 像Panama或是中东 他们担心说 万一有一天油没有的话 要有新的财富从哪里来 所以是不同的原因 会伸出一个主权基金来 所以应该是跟CY说 今天其实两个方法 没有一个对或错的 只是说这个部分 要开始讨论的话呢 其实全世界有很多这个 律师事务所 还有投资公司的办公室呢 其实社主权基金有七个面向 包含governance 包含risk 包含investment 等等的 这些七个面向 如果做来讨论 然后从本土 我们自己的需求 来做个讨论的话 我觉得会更完善一些 所以其实用这个就是来作为 能作为讨论 跟从设计 从how的部分 可以去做design 那另外一个部分 可以跟CY分享说 其实主权基金 全世界有分三种 一个是stabilization 然后第二个是development 那另外一个是savings 那是harvard教授 他把它归纳成这三种 那其实stabilization 有点类似像我们央行 现在所做的 它就是在稳定货币而已 那第二种刚刚讲的development的话 这有点像代码锡 要发展 没错 就是代码锡 那像代码锡的话 它的投资 也比较特别是 它很多都会投资超过半 然后它会很积极的 跟它投资的公司讲说 怎么样管理这个公司 所以可能央行在讲说 什么投码头 等于说它是锁定单一目标 然后很积极的跟公司在讲说 它该怎么样做 development它有些锁定性的一些 譬如说你刚刚讲的 哪些码头对哪些国家的发展 可能有策略性的 有的时候有战略 那就是要development 第三种就是叫做savings 我要的GIC跟央行做的就是savings 就是保值 保值而且就是说要是risk adjusted returns 那其实央行这两年来 因为我们的通膨超过3% 所以说它的所谓的2.6%这个数字 其实是negative return 而且你想想看 它虽然每年定1800亿的这个政府的 上角政府的这个部分呢 你的每年分母一直在变大 你还是给1800亿 我觉得这也太少了吧 是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说 它还说我们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这样就好了 可是呢 投资其实有六种风险 你有currency risk 你有geopolitical risk 像你都很大觉 还有liquidities等的 所以说它如果把所有的钱 是拴在美国公债 跟黄金跟现金的话 这样的风险其实是非常 今天要讲风险 是太多的理由可以讲风险 人有太多 就央行可以找出来 十个一百个不做的理由 但它不会去想到一个做的理由 那做这个主权基金 我也看到 就因为最近我也做了一些功课 这个全世界十大的主权基金 有四个来自中东的国家 那四个来自中东国家 那前提都是什么 就是很有钱的国家 它就会要做这个主权基金 从天然资源 那台湾是不是很有钱 那过去最大的主权基金 是挪威的主权基金 挪威主席基金 投资台积电 也是最大的持股的股东之一 然后那最近呢 就是根据上个礼拜 最新的这个资料 中国的大概的中国投资公司 它的这个1.3兆 好像稍微超过了 这个挪威的主权基金 不过有四个 第一个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的 那个叫PIF 沙烏地阿拉伯 最近它是一直要转型 那它在中国 最近跟沙烏地阿拉伯 也走得很近 还有一个是杜拜 杜拜 它的主权基金也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是卡达 卡达刚刚花了 去年花了3000亿美元 办这个世界足球赛 那另外一个就是阿联球 那UAE 那它有个叫 好像叫阿迪亚 还什么的 这个呢也是 那意思是什么 就是这些石油国家 它为了 就是你刚才讲的目标 发展 它为了要转型 它有那么多 它把这个国家 以后可能油都没有 油就没有了嘛 那从那道理 台湾今天 它有油它都有危机性 是 那我们台湾的话 下一个世代是什么 像现在我们讲的 过去台湾呢 像中东现在看到的时候 它就过去50年是靠石油 未来的话是靠CHIPS 对不对 那台湾的话 过去30年 我们是靠CHIPS 那下面我们不能 半导体一次次30年 台湾现在 我们将来还有电动车 还有AI 还有生物科技 还有很多的东西 跟CY补充 就是说其实主权基金 带有两种 刚刚您讲的一种就是 天然资源很多的 它早期就开始做主权基金 那80年代之后 许多主权基金 就类似像韩国 日本等等 像希望台湾也可以这样做 就是以 Net Exporter的国家 它变成FORM RESERVE 很多的国家 它从赚的外汇 就设主权基金 台湾就属于这种 是属于这种的 因为台湾的外汇存底 是全世界 大概第四大的 没错 没错 对台湾的外汇存底 我说现在六千亿 还多少 这个美美金 很高很高 And in fact 现在我们办公室也研究说 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 有主权基金的外汇 存底比我们多 分别是中国 美国跟俄罗斯 那当然 again 也有央行误导说 美国没有主权基金 不好意思 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美国是以州 在设主权基金的 对 美国的州的话 很多的好像像 California的Pension Fund 像什么各个这个州 这个像加拿大 什么Ontario 安大略省等等等等 全世界这些最大的 这些Pension Fund 都是这些州 这里面的所在成立 我跟他们讲说 不用怕 都照大家做 都照这样做就好 so the bad news is 台湾已经晚了40年 没有做了 我们应该更勇敢 为了台湾的永续 去move a step forward 那good news是说 很多人都已经做过了 其实我刚刚讲 那七个设计的面向 我们一样一样拿出来 然后从台湾的inside out 就是说我们内部的虚实 设计成我们要的 再来就是说从治理的部分 很多的这个资产管理公司 这些海外投资都是透明的 我要强调就是 补充说明就是CY 也有别人的央行 在讲说声音说 其实台湾也已经有 很多类主权基金了 四大跟国发都是主权基金 对你说一下 这个国发基金 跟这个主权基金的 不同的在哪里 有人就 哎呀我已经有国发基金了 那为什么还要主权基金呢 主要是主权基金是 纯海外的投资 对 你要earn 你是以 superior return 然后annualize the compounded return OK 来创造国家的财富为优先 那台湾你知道市场就这么大而已 那台湾的话 大家又彼此认识 可能币案会比较多 那其实这种海外的投资 其实我之前 比如说我在伦敦 BlackRock的时候 各位观众 委员的话他是LSE 就是伦敦 是过政经学院毕业的 所以你在英国的关系很好 我是那边当 大三当交换学生 不过我在伦敦 我在Marlene Marlene Invest Manager 时候被BlackRock并购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资产管理公司 那其实 我们当时的客户 有包含英国铁路级 他就有一个billion的 pound的金额 给我们投资 还有像Heinz Ketchup 就是做番茄酱的那个公司 还有甚至于英国女王 她的服侍 她的这个 Heinz Ketchup 番茄酱公司后来被一个巴西 3i 那个Private Equity 私募股权基金给并购 甚至于像 梵蒂刚的一些钱 也是给我们办公室在管理 重点就是说 这些基金的谈判的 这个Commission的话 是非常透明化的 比如说 他都是以BIPs 0.01% 在做这个谈判 你金额越大 那当然费用越少 同时你也可以跟他绑 就是说 除非你是有更好的 超额的Return 我才给你一些 Compensation 讲到这一点的话 就是说 我就要提出一个 这样的反向 就很多的这个讲了 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件事情 可能是一个对的事情 但人可能不对 台湾的话 大家又会 有很多的政治 有反对的这个点 其实张忠某 台基电创办人 过去曾经说 他对于这件事情 是悲观的 他没有说反对 他说这个东西是很好 但是呢 就第一个 你很难找到 这样子很专业的人 因为现在这个专业 他要做国际的投资 不是你在台湾 这个做一个 国内的投资就是了 那像我们自己 国家的国发基金 过去曾经有做一个 投资是国际 他投资一个 那个牛仔裤的公司 如新投了5000万美金 最后证明是一个 一个诈骗集团 就是这个 后来那个钱也烧掉了 而且那还是一个 台湾的案子 他有到海外去 到那个什么 尼加拉瓜去设 这个牛仔裤的这个厂 那大家所讲的 第一个 台湾你没有 这种专业的人 第二个 你这个专业的人呢 你可能会受到影响 要受到政治力的影响 你要说 你去投资这个了 你去投资这个了 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从法律 跟架构跟制度 是可以克服的 然后让人民 有更大的信心 因为这主权基金的 设立方法 已经有170几档 的基金走过了 对 那我们只要 跟最好的学习 像挪威跟加拿大 以我的了解 他们是 radically transparent 是超级 极度透明化的 那当然就是说 主权基金的投资是 你要有中长期的投报 所以其实 有部分 你要公开透明 可是你多少 要一点点 所谓的political insulation 就是像新加坡 主权基金的话 它是把年度平均 20年的报酬率 在公开的 因为否则你 单一一样东西 一直在讲的话 引爆的问题很多 第二个方式 你也可以从投资 来分散风险 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 你每一个投资的比重 不能超过你 整体的资产里头的 比如说1%等等的 那举个例子 跟您说 就是之前央行 也有提到说 像代马锡 还有办公室就讲了 4月就讲说 代马锡跟FTX 哦 对 这个代马锡 有投资FTX FTX是全世界 第二大的 加密货币的平台 大家也知道 去年 这是一个诈骗集团 所以后来代马锡的钱 也亏掉了 很多人 他亏掉了 2.75亿美金 不过代马锡最近 就说他还高管 就减薪 来表示负责 投资当然是有风险的 但是我们不能 因一废死 就是即使像代马锡 还有美国的什么 红杉资本 Sakua Capital 他们也都是中标了 可是我问像CY 央行就说 你看所以不应该去投资 没错 可是你知道 你说2.7亿美金 的FTX的亏损 对于代马锡 你觉得是代马锡的资产 的百分比多少 对 0.5% 0.5% 所以你央行在喊说 2.7 我们没有办法赔这个钱 可是你是 Hello It's half a percent 然后他每年的投报 是8% 对不对 所以 那央行是2% 对 那就是说 没错 投资是有风险 可是有些时候 我跟你讲 就是这种永远 在讲一些挑 是是而非的话 那重点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国家级的决定 行政院应该 make a call 那当然这个话 也是要跟 我们的leadership 执政党 这边也要表态 所以我只是希望说 之后 选举的时候 只有三个候选人 都应该把主权基金 怎么样hold的这个设计 作为评估里头 得到60多位立委的 这个联署 就代表说 大家很support 不过你刚才讲了 不管是修法 或成立一个专法 我们的政府 行政院 或者小英总统 这个要表态 那从您的了解 政府现在对这件事情 看法是什么 大家觉得说 嗯 这件事情我们应该重视 还是大家现在都在defend 哇 这边失火了 那边失火了 这边又是me too 哪个立委要下牌了 现在是一个 怎么样的情况 不瞒您说 我今年四月的时候 陪柯主席去美国 那我私下后来 有一些个人的一些会议 然后我有机会 遇到一个之前 这个USTR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的这个 对美国贸易署 贸易署 然后在谈就是 在试探我这个主权基金 的这个idea 因为我在之前 像我说的 我常常去参加一些 国际大会 所以我就想动用一些 国际的network 看看谁能帮我听听看 给我一些advice 那他们 简单讲呢 他后来给我的一些回馈 我也一份 给了总统 跟他的office 那 简单讲呢 投资是王道 他们觉得说台美 最近的谈判 都是以贸易 就是以trade negotiations 可是我们政府 从来没有以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直接投资 来做谈判的一环 So like Wow Cynthia This is really fresh 他们说 这用很新鲜 很欢迎新的方法来形容 他就是说 其实 为什么 日本人在华府 用感到武宏 对不对 Washing 当然他不会讲明南话 就是说 Why do you think Japan has so much influence 因为Money talks Money 钱就摆在这边 谁有钱 谁讲话 声音就大 Exactly 英国有句 很好笑的比喻 就是说 You're only as tall as the wallet you stand on 就是 你的高度 就是你的口袋 口袋的这个深度 对对对 那他就说 其实日本是 华府第一大的FDI 最大的直接 最大的外人直接投资者 对 那所以说 如果像我们今天 能提拨10% 对 我们的外汇存底 从555 billion 拿出个55 billion的话 你想想看 美国最近这个chip sack 晶片法 对 晶片法案也不过 只是520亿美金 那你现在提的 就是550亿美金 十分之一 就比它 almost the same a little bit bigger 欧洲它的这个 就是晶片法案 也不过是500亿美金 那各位观众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数字 如果你觉得 哇 这个是天价 这个数字 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台湾没有这个钱 其实台湾 各位呢 我们的钱 前瞻基础建设 政府拿了8000亿台币 然后另外呢 疫苗 这个疫苗当中 已经写了很多的争议 8000亿台币 你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 那另外呢 还有6000亿军火 那你这个加起来多少 是2.2兆 你的这个 550亿美金好了 这个加起来呢 也不过是1.5兆 1.5兆加 假如这个550亿美金 所以我们不是没有钱 台湾钱 烟角木 那这些钱呢 就是花到 不知道 前瞻基础建设 当时是说 要建很多的 这个什么城市间的轻轨 那现在证明 完全是错误的 这个事情 那现在是军火 很多大家是 台湾要打仗的 像最近的这个 那个年轻人当兵啊 就大大学只要念三年 另外一年去当兵 政府最新出来政策 可能这是美国人强迫的 然后还有是疫苗啊 这个就是台湾的 这些钱就花掉了 但为什么你如果能够 把那么大的钱 就是这样子 那么轻松的就花掉 那你为什么不是 像委员刚才所讲的 找人很专业的 这样子来做这些的投资 而且您去问一下 美国 如果说台湾今天 就是有一个 500亿美元的 这个主权基金的话 就是走路有风啊 大家会尊敬的 那如果说 同样的一个好案子 如果说我们要投资的话 请问你要拿 台湾的主权基金的钱 还是你要拿 软银孙正基的钱 还是你要去拿 这个阿拉伯 这个什么主权基金的钱 我相信有很多人 愿意拿台湾的钱 为什么 因为台湾有料嘛 台湾有技术嘛 人家只是凯兹嘛 他也说是叫 Friendly Chinese Capital Friendly Chinese 那更是我们了 就是这个是 友善的这个中国 这个民主阵线 所以今天的话呢 就是你刚才讲的 T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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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是 他说 因为我当时想讲说 你看我们台湾在2018年 是美国第11大的贸易国家 我们这五年来 我们变成第八大的贸易国 听起来就是 我们买你东西越买越多 有什么了不起 对 可是你有没有在 我们美国花钱 对 那当然过去的话呢 这个在美国投资的 这个部分 你说我们过去 都投资在中国 那现在在美国 这个投资的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当然有 但那个是半导体的公司 比如说台积电 那是企业 那是企业 那不是政府的钱 那你政府现在的这个 政府要硬起来 要焊起来 得到尊重 你如果在这边 有去投资的话 像现在 你刚才讲的农业 哇这个我们最近的这个 农业 不过最近世家 是可以卖到中国去了 还有很多的 但是美国叫我们 买了那么多的军火 美国叫我们去投资那么多 那美国 我们买美国的农业 你说农业的条例 ZERO 美国没有买我们的 这个农业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今天 如果说是有直接投资 什么的 如果是我们在这些 美国的公司里面的 我们是在他董事会里面 那你说我们有没有 这个讲话的力量 对 所以您的这个委员讲的 这个事我是非常的同意 谢谢 我还举两个例子 关于疫苗 更衣飞机的故事 就是说当时你问 有些委员 我就跟他解释说 为什么要签主权基金 我就比例说 你看那个Macron 他签证在北京 马克宏 对 对 他说台湾现在不管 那我说如果今天 我们台湾已经有了 主权基金的话 那你不是偶尔买 几枝拉法亚 几架拉法亚飞机 而是你是有投到一个基金 可能后面是欧洲开发的 或是欧洲 transportation的基金 有投到法国的Airbus Airbus就是法国在 对对对空中巴士 中国就是买了 这个100架的 这个法国的空中巴士 所以马克宏 为什么对中国 这个那么的好 我是说你是投 Airbus的股票 而不是只是买几架飞机 他会对你更加的尊重 然后我说你看 如果在这个公司 在你的选区 有个工厂 有几百个 几千个工人的话 你会不会当执政党的 或总统的 你会不会对这个国家 都感到尊重 是这个意思 现在委员就说 就说 哎呀我了解了 这就是 在选举的时候 如果庙有捐比较多钱 他说 我不只是赞钱 我的名字都卡在条顶上 他说 我的名字都看 那个柱子上面去了 就是你的这个 engagement的程度 你跟国际的这个 连结性 你是不是真的紧密的连结 是有投到他的国家 他的产业 给当地的人有就业机会 而且呢 我这边打开 这个里面是透明的 就你刚才讲的 我们去买空中巴士什么 这个是很透明的 我们现在买了 这个六千亿的军火 那个中间里面 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完全不透明 还要讲到疫苗的部分 我之前 也是因为要签名 我就跟其他的委员聊说 比如说像这次疫情的关系 那台湾当时 不知道COVID的状况 他说 假设我们今天是投 比如说经过BlackRock 我之前的这个公司 假设BlackRock 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他现在掌管的这个资金 有大概八九兆美元 对 那我就说 如果是今天你是投BlackRock 后面的这个 Transportation Fund 可是你说 sorry 我们没有投到医疗的基金 可是你明天有投资 有同事们了解 或投资医疗产业的 你告诉我说 什么是COVID 当时没有解药的时候 这是什么东西 会不会有人有解药 那你至少有一些管道 因为你渐进是这些投资公司 他有别的分析师 对不同的产业了解 我们可能就有一些脉络 甚至说之后 要安排有疫苗或什么的话 会比较方便一些 比如说你用这个投资来 这是一个资本的力量 资本的力量 对 然后还有从治理的部分 我可以跟CY分享 就是说全世界的话 这些主权基金 当然它的董事成员 譬如说是财政部 洋行等等的 可是其实你可以有一个 Advisory Board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所以最近那个GIC 才刚办了 它的这个 40周年的这个anniversary 那其实我之前 我说去年5月 开始帮我讨论 做我的顾问 设计这个台湾主席 他也是被邀请 去参加这个活动 甚至于今年5月的时候 5月17号 商业周刊 也有请这个Dr. Tay 他就是GIC的 Head of Alternative Investments 他刚退下来 那他们都有参加这个 GIC40年的这个anniversary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假设你的董事以外 你可以有个Advisory Board 国际咨询委员会 像我自己也是新加坡大学的 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Well, yeah, exactly 所以说甚至于 为什么我们这个国际资源委员 会不能请这个NVIDIA的创办人 黄仁勋 比如说或是说请 I don't know Like Elon Musk 马斯克 Mark Zuckerberg I mean You know, Jamie Dimond Whoever 就是JP Morgan CEO 我们将来说 说不定我们拥有 这十拉一趴的股权 这个我们 所以不一定都是要台湾人 我觉得说 你的这个董事 当然是你自己的 本土的ministries 可是部会 可是你的顾问团队 是可以是很国际的 国际咨询委员会 然后再来你下面那边 投资 投资长呢 我必须要强大 就是说 从设计的部分呢 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 就是说 这个董事呢 是不能干涉投资的 他的投资长 跟他团队是完全要独立的 这个我刚刚就讲到说 可以跟之前的四大 跟国发有不同 因为他的目标主权基金 就是为了 Superior 优质投资报酬力 然后投资国际资产 然后就是以这样的目的为主 然后就是说 董事可以指派投资长 可是不能主导 这个投资 在那个商周 这个Dr.T 是我跟他做一个对谈 他有一段他还讲说 就算是 李光要打电话来的话 他也没办法叫我投资 而且呢 国发基金呢 就现在因为他投资的案子 绝大部分都是在台湾 没错 所以你就立法委员的这个手 就可以伸进去 但是你当你是投资 这个国际的这个时候 你很难去做这些的这个影响 而你再请专业的人 像请专业不是没有 像这个英国的央行 他是请这个加拿大人 来当这个英国央行的主席 这个完全有一个制度在 完全有一个制度在 对 不用怕 真的 你刚才讲到说 这个站在这个里面 你刚才讲到这个疫苗 我就讲了 就是疫苗那时候 我们不是讲BNT吗 BNT为什么当时 大家去讲党国台名 为什么 因为当时是上海的复兴 复兴集团 复兴集团 他是用这个private equity 私募股权基金的方式 他就很早的时候 就就就投到 投到这里面去了 如果说我们有这个 主权基金的话 说不定我们可以 很早的时间 或者是什么时候 我们就可以投资到莫德纳 我们可以作为莫德纳的 这个策略股东啊 我们可以作为什么什么什么 将来的一个新要的这个股东啊 那新加坡就是这么去做的 因为新加坡在全世界 各个所有这里面 一个那么小的国家 那么有影响力 就是因为他们遍布在很多的 这些的全世界 最好的公司里面 不只是有这个equity的stake 那有的时候 甚至有这个董事的席位 最后的我想问一些委员 就是说 这个除了这个主权基金以外 你好像还有一些什么 这个医疗的法案 你也要推动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我最近在立法院 推动一个叫做 数位医疗发展条例 那能不能说明一下 这是什么东东 今年是6月13号 办一个公厅会 然后我们这个草案 是我办公室主动推出来了 这里头有涵盖四个面向 数位医疗 远距医疗 个人资料保护 还有新创 那个医疗监理沙盒的一些条例 简单说呢 我们就用一个新的lens 一个新的观点 就是说 OK 疫情的时候有很多好的 这个数位医疗的一些发展 能不能把它变成 法制化 然后变成更常态的 然后呢 那现在当然很多这些 跟数位医疗涵盖的面向 比如说新创啦 资料管理啦 等等的 这些都站在各部会 各个法条里头 怎么样用的digital的lens 来看待这些不同的层面 这件事情为什么对台湾重要 医疗对台湾是很重要 但您强调的数位医疗 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个重要 那这个中间将来是 卫福部呢 还是数位发展部呢 还是还是什么部 什么东东呢 这个在负责 负责就是因为 这是完全是跨部会 因为每些法条 都是在不同 三个不同单位里头 可是实际上对我而言 台湾的永续 是我一进来就是感到关心的 所以听起来 当然一下是主权基金 一下是数位医疗条例 或是甚至于说 OK是 我讲的这个 个人资料保护法 或资讯保护法 我在推动的 还有就是 劳退的一些法规等等的 其实对我而言 我希望是说 政府能从这个资金管理 跟成本绩效的方式 在看待我们人民 纳税人的钱 要更当责 那讲到数位医疗条例 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 就是说 目前在台湾的话 医疗资料只能在学校 跟政府的单位 才可以使用的 那为什么现在新加坡 香港 美国 欧洲 为什么这些地方 都有很多新创的医疗公司 因为它的这个医疗的资料 它可以让厂商二度使用 那比如说像日本的话 它的睡眠有APP 或是糖尿病的一些APP 那台湾现在什么不行 这也不行 你要跟大学 或是跟政府这边 然后是学术的方向 才可以使用的 所以这个就很可惜 那另外一个 譬如说像我们健保 我在未还委员会 就看到说 我们政府的花费 为什么每年 这个health care expenditure 是8000亿台币 那我们能这个部分负担的调整 像去年在政府的话 只是200亿台币 所以你能saving 200亿 可是你cost 8000亿 而且你明年持续成长 因为我们的高年化社会 你一定要用technology 像类似像Uber Eats的概念 当然了 医疗的产业不能是完全像在送外食一样 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多的人力 用传统用这种人力的照顾 一定要数位化 智慧化 当然 可是当然也不能像食物药 因为跟药有关系的 跟健康有关系的 but at the same time 我想说 像我们目前的健保的cost 的给付 都是给lung cancer 比如说肺癌 都是末期的制导跟费用 可是其实现在在全世界 很多medical report 像John Hobbs Gentara Medical School 这些paper都有说 有很多很成熟的 lung cancer 针对lung cancer的 early stage of scan 跟capture 一些information 你可以从早期 可以追踪率很高 然后早期去警告 提醒这个病患的话 你最后这个 他的生命也可以延长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健保的 incentive for lung cancer 是放在end of life treatment when in fact 这些人花再多钱 可能也不见得治得活 那我们要把很多这些 big data的方式 导入一些 现有的 很成熟的一些medical报告 medical research 那这样的方式来 提升这个 从防治 ok 跟治疗的这个部分 那意思就是说 把全民的健康福祉提升 对 利用数位化的手段 能达到精准医疗 精准医疗 对 然后也不用 比如说成本下降 品质提升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客制化 这才是我希望的最终的目标 最后呢 就是说 讲到了 就是说这个 因为您是民众党 您怎么看现在的柯P 哇民调那么高 这个原来大家认为是第三 现在跑到这个第一 大家都士气大政 那您觉得他会选上总统吗 你有什么的看法 我觉得到选举要到最后投票一天才知道 所以大家一定要出去投票 这是民主的过程表示意见 这个我来看一个 美国现在的总统拜登 他找了一个 而且现在都是男女搭配 美国的话的 拜登找了凯玛尔·哈里斯 然后那个国民党 据说有可能是这个柯治恩 那像这个民进党 萧美琴 我看这个要找个国际化的人 说不定有一天柯P当总统 您说不定是副总统 但是这是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这个 谢谢 我只是突然看到 就因为柯P需要有一个非常 international的这样子的人来搭配 好的 今天各位观众 我们非常的高兴 请到我的好朋友 就是这个民众党的立委 就是Cincia 我还是比较喜欢 习惯称他为这个Cincia 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 来到我们节目原因是 我看到他最近做了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专题 讲到主权基金 这跟我们自己是非常有关系的 但是呢 另外呢 我们也提到他 这个之所以 他想要在弃商 从政 转换跑道 这里面主要是因为 他基于对台湾的这个热爱 他刚才一直所提到的 那这也是 我就是讲到台湾 如何变成一个永续 这个永续 不只是环境的永续 是整个的社会 整个的经济 整个的金融 台湾要变成一个 really sustainable 的 country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台湾事实上 有很多好的这个优势 但是我们呢 必须要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 不只在台湾 而且要到国际 那今天我们真正的 就说事实上 是在打国际杯 所以有些时候呢 这个真正的 大家要必须看 what is的国际上面 最好的一些best practice 我们跟国际接轨 像主权基金就是 像新加坡 代码系 这些都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要是再讲说 这件事情啊 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我们看到挪威 中东 这个新加坡 这个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人 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真的 事实上是可以看得出来 在台湾也很重要 那我也这个很高兴 也很惊讶地听到 就是说是能够登高一呼 就得到那么多的响应 代表说 就是说您是在对的方向上面 因为你完全是用这个 就是说是call call的方式 你没有用什么党团动员啊 什么等等 你就得到这个响应 就代表说 你在做的对的事情 是今天我们有太多 对的事情要做 但是需要像您一样 就是非常国际化 非常懂 非常专业的 人来带动 来推动 那这个我们 我们非常高兴 就是说您能够在帮忙台湾 叫你就好 您好像很老的样子 叫叫辛颖就好 是 就是说来 这个Cynthia 来带动我们这个 推动那么多重要的这个事情 也希望 你能够继续加油 继续努力 那我相信 很多人跟我一样 都会持续的支持你的 谢谢 谢谢 我也相信就是 台湾有许多议题 不用用分裂 划分 那像主权基金这个议题的话 其实是跨党派的联署 那我相信就是说 有些议题 希望说政府这边 不管是哪个候选人 都是可以用证件 加上法案的部分 可以把这整个 台湾必须要推动的 有些bottom line 一些common ground 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是 太好了 好 再次谢谢Cynthia 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你们 谢谢Cynthia的邀请 谢谢大家